字幕提供 大家看到這個這麼有型的 其實不是一支窗 這支是一支鏡頭 至於怎麼裝拆 我現在教你用一下 現在我們看看 這裡有幾件配件 第一個 大碗炮,最大碗是這支 現在蓋上蓋 這部分就駁在下面 還有一個手柄 還有一個 硬著 肩膀的 我同樣砌 現在這個是鏡頭的主身 然後這個是 後面現場的部分 在這裡我們駁在一起 駁在一起之後 這裡有位置要 吸緊 這裡接著要上螺絲 扭扭扭,正在扭緊 OK 扭好了 順便說一下 後面的托位 托著手 是粘著的 與此同時 你是在對焦的 這個按鍵 你按下去的時候 就解鎖了 就可以推前推後 這樣去對焦 這個抵扭就有用 幫助你 很 發力一點點 OK 我們現在 接駁手柄 手柄 手柄 放進去 對焦 對焦位置 標誌 向自己 然後扭在底部 有一個螺絲 扭緊 OK 扭緊了 在手柄的底部 還有另外一個 螺絲位 首先把螺絲底 拆出來 把延長部分 放進去 OK 加上C帽之後 就扭上螺絲了 扭了 它在後部分 還有一個 托著 放進去 肩膀的 肩膀的 這裡 把原本的螺絲 塗出來了 把這個彎形 這個部分 放進去 然後 把螺絲 加上 駱國士 螺絲批 收緊 現在收緊了 OK 搞定 順便說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的螺絲 其實很有趣 它扭緊了之後 左右都會不動 現在可以了 可以托上波 其實這支鏡子 是阿羅班 來的 譬如我用過240的相機 加速調節 很方便 就可以扭上去 現在我們 剩下蓋 就可以拿來拍照 這支鏡子 我已經教了你 拆了 我想你應該難理不了 這支鏡子 它的機動性很強 當初設計 是用來拍動態的攝影 還有一個小小的提示 這支鏡子的形狀太像一支窗 不要隨便拿出去 在金寶門口走來走去 如果有什麼 我就幫不了 我們不時會有攝影器材的介紹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當然會 你沒 Von